阿修罗伯基俱乐部战绩一战一胜 奇怪云南 19岁 1米66身高 164臂展 有请杨性强 我现在想要的是综合格斗比赛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综合格斗跟自由波击不一样 综合格斗 就是赛前选手 不可以抹任性辅入活动的业绩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 凡事连或者碳油这一类的东西 你皮身抹了也是会被裁判给擦掉的 对 选手赛场之前 只能由裁判在脸上抹少许的凡事连 而且对了中国格斗的 规则有多严谨呢 就是选手的护齿 要当着这个裁判的面带 而且这个边角拿的水也要喝一口 反正就是都是很严谨的 而且综合格斗的规则 和自由波击也是不一样的 综合格斗的规则是无限制 倒地了也可以打 然后主要以降服获胜 或者是裁判终止比赛 或者是对手拍地认输为结束比赛了 要不否则的话 他就是每局五分钟一共三局 这个蓝方李龙龙的防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应该会主动进入地面 因为他第一局地面控制 完全是在他的所有掌握之中 就是到地面之后 感觉有做动作的欲望还是不强烈 对不强烈一直在控制 对一直在控制 这种情况下呢就 起来了起来了 又被别倒了 又被别倒了 看一下有没有 红方站起来了 看杨兴强 这是这个红方张兴强 蓝方李龙龙肯定是还是想进入地面的 因为进入地面都是他的领地 但是红方张兴强就是想跟他打战利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综合格斗啊 你只要你是战利系的 你这个脚就一定要快 就不像是自由 肌腹有反应 应该继续啊 应该继续连续啊 有报道 反接 啊杨兴强连续 连续拼拳